圣爱第六部分 爱使我们与所有人更亲近 思考题二十七 真正的人有爱临舍 我们被造所领受的爱是对临舍的爱 使我们对临舍像对自己一样慷慨 甚至更慷慨 当我们为他人做一些善事时 会发现自己充满了这种爱的喜悦 就像父母对他们的孩子的感觉一样 这种爱是真正的人类之爱 因为它有灵性的内涵 是只不同于没有理性的 动物所拥有的尘世之爱 如果我们生来就有这样的爱 就不会像现在的人那样生活在无知的黑暗中 而是生来就有一些知识和智慧的光芒 并且不久之后 就会真正具备知识和智慧 起初我们会像动物一样四肢着地 但用脚走路的冲动却是与生俱来的 因为即使我们四肢匍匐于地时 也不是向下看地 而是朝前看天 我们终将站直身体 以便朝上仰望 在自圣志275节 核心理念 我们生来都有体验神性之爱的能力 是为灯宝告诉我们 上帝创造我们 是为了让我们与他结合 然而他也说 我们生来就很自私 像动物一样 我们的基础本能 是以自己的生存为核心 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 有时我们的行为 会给别人造成痛苦的后果 我们越对他人有同情心 即我们越爱他们 我们就越成为真正的人 于是我们从动物性中升华出来 重生为核灵性的人 反思 你是否同意 人类从根本上说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异于倾向邪恶 无论同意或不同意 说说你的理由 如果我们生来都是有爱心的人 都会本能地为别人做良善之事 你觉得世界会有什么不同 下次你在外面散步时 低头看着地面走几分钟 然后抬头看着天走一段路 每个走法会产生什么感觉和想法 这个练习如何提示 世俗之爱和神性之爱之间的差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